新浪外科迷弘志军靠这一招狂降坏胆固醇 过去几公斤啊 过去是79公斤 现在多少65公斤 过去的体脂23 男生体脂现在要到10 真的是不容易 来 嘉宏你多少体脂 大概6到8 你10还是很多啊 6到8 你的坏胆固醇195 然后现在是70 杨主任是靠什么 他练泰拳 泰拳是高效燃脂释放压力 一直在讲输压输压 你今天真的现场练泰拳 来掌声鼓励脱外套了啦 你是在世界金牌冠军面前练泰拳 对对对 现丑了 所以嘉宏要来评论一下 其实我们当初会想练泰拳 就是因为 大家可能有听过高强度间歇 但是如果你照着那个YouTube 然后放歌曲出来真正练 通常都只有间歇 没有高强度 对因为高强度就是说你心跳要逼近最大心率的90% 然后要持续一段时间 那这样子通常你传起来你就不想做了 那这打泰拳就非常好 因为教练一定会逼你把一回合打完 打完之后还要去踢沙包另外一回合 所以你不知不觉之中 你就会被强迫进行高强度的间歇 所以他染指效率会非常高 我们可以现场看一小段吗 看一小段 好来掌声鼓励啊 所以我们就是一开始摆架式 然后可能我们会出左拳 再出右拳 直拳 再勾拳 再上勾拳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轴挤 比如说左轴 然后接一个右轴 抓住对手的头部 换脚 换脚 膝状 然后呢 把它推开 再接一个T级 哦 也是像这样 佳宏你觉得他气势如何 说实话没关系 16吨你刚刚有看到太极拳16吨吗 有 你会吗 太极拳16吨 这样子吗 所以佳宏我可以临时cue你吗 我们来太极的16吨 我们现场示范一下 可以吗 好 来 掌声鼓励 比较武术的 好 武术的 哇 哇 这里这样 哇 谢谢孙嘉 刚刚有狗狗的不是真人表演 但是机器人在表演 真的 我鼠拍手的很辛苦 所以就说还包含提醒大家 怎么饮食要清淡 你看干哥饮食就做人生的改变了 开始很清淡了 有一个职业妇女你说她采雷 对不对 博士 为什么她吃两颗茶叶蛋跟一杯拿铁 为什么是采雷 那个职业妇女还是我学妹也是学营养的 对 在这边报她的料 她其实就是 她其实很忙 所以她每天早上就去她的这个便利商店买两颗茶叶蛋 因为有一阵子 差不多在几年前就说 2015年就说 蛋已经无罪了 所以就吃两颗应该没问题 然后再加上 再去买一个 比如说便利商店的一个 从机器出来的咖啡 就这样子 每天 大概试了一阵子以后 胆固醇比较高 大概还坏得胆固醇到160集了 那有天我在跟学妹碰面 我们就开始聊 我都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有看到一些文献 就发现说 这个咖啡还有鸡蛋 其实已经不是像 以前都说这样无罪 咖啡蛋是好东西 可是有的人的话 对咖啡里面的叫咖啡醇 它是敏感的 然后鸡蛋也是 有些人他对于那个蛋黄里面胆固醇 它也是没有办法 它也是敏感的 所以像刚好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它刚好它的体质 又是不能够去调控那个胆固醇 所以它每天就这样吃 胆固醇就飙高 对 其实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 胆固醇在边缘 家族的 我妈妈也高 我姐姐也高 所以我现在就是去喝这个 这个咖啡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个 这个滤脂 对 我就去 比如说我去电梯商店 我买咖啡 那我 比如说我都是买黑咖啡 然后我就是 买回去的话 我用滤脂吧 过滤 把那个咖啡醇滤掉 就把它滤掉就好 那我的这个蛋的话 我就是没有每天吃 所以就是大概一个礼拜 大概吃三颗蛋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说 每个人不一样 体质不一样 如果当你命好的话 你吃个五颗都没关系 可是当我 当命不好 像我这种的话 调控能力不好的话 还是不要每天吃 所以要询问专业 所以你推荐这个 植若面 对 植若面 这个我还蛮推荐的 因为 胆固醇高的人 其实他的 饮食里面有个东西 一定要 就是要 要变多 就叫膳食纤维 那植若面 它其实就是 植若纤维做的 而且它不是面粉做的 它会控糖 那其实 植若面虽然 膳食纤维很高 可是它没有植化素 那我再加上 很多的一个 植化素在里面 那我就用肉丝 才是用炒 炒面的概念 加肉丝 然后我放了那个 洋葱 然后放了高丽菜 红萝卜 香菇 然后把它炒一炒 然后拌一拌 它有膳食纤维很高 而且 它的一个植化素也超高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 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